韩月浮渠 话说从前,济南有个道人 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一件单衣 腰间既跟黄腰带,也不穿短衣和裤子 每天用半截梳子梳头 用梳子尺把头发拢得像顶帽子 白天光着脚在街上走,夜晚露宿街头 在冬天,他能把身边几尺外的冰雪都融化了 此人刚到济南时,就在街上表演幻术 许多人争着送东西给他 街上有个泼皮,送酒给他,请他传授幻术,他不干 有一次道人在河里洗澡 泼皮突然抱起他的衣服威胁他 道人说,请把衣服给我,我会传授给你的 泼皮怕他变卦,坚决不给他 道人说,真不给我吗? 泼皮回答,是的 道人默不作声 他的黄腰带忽然变成一条急眨粗的蛇 在泼皮的身体上缠了七八圈 只见那蛇昂着头,怒睁着眼,吐出舌头对着他 泼皮脸都吓清了,气也接不上 连忙跪在地上求饶 于是道人收拾起黄腰带 其实黄腰带并不是蛇 但确实有条蛇,蜿蜒爬进城里 这样一来,道人的名气更大了 有个官员听说他有奇数,便请他做客 从此,道人经常出入大户人家 周府的官员也知道他,每次宴会都请他陪席 有一天,道人决定在水亭上设宴 请众官饮酒,以回报他们 到了那天,那些官员的桌上都有道人的请柬 但不知这请柬是从哪里来的 众官来到宴会的地方,道人弯腰迎接他们 进去后,只见亭内空无一物 桌椅全无,众官怀疑是假的 道人对众官说,我没有仆人,借用一下你们的仆人 替我帮个忙,大家同意了 道人就在墙上画了两道门 用手敲了一下,里面看门的就把门打开了 大家跑上前往里看,只见隐隐约约的人来往不断 停慢床桌,应有尽有 不一会儿有人把东西传到门外 道人叫众官的随从接着放在亭中 并嘱咐他们不要与里面的人说话 一边送,一边接,只是相视而笑 不一会儿,亭内摆设已满,而且非常豪华 美酒香气扑鼻 熟肉热气腾腾,都是从墙上门里传递出来的 众官无不惊奇 亭子背靠湖水,每到六月时几时请的荷花 一望无际 现在时至严冬,窗外一片空芒 只有一壶绿水 有个官员偶然感叹说 今天盛会,可惜无莲花助兴 话音刚落,一个小粒突然跑来说 荷叶满堂绿了 众官大吃一惊 打开窗户远眺 果然满湖青葱 见咋有几朵荷花 转眼间,千万朵荷花一起开放 北风吹来,阵阵荷香沁人心脾 众官派人划船去摘莲花 远远看见小粒到了荷花深处 众官无不叹服 后来,他调转船头 空手回来了 众官问是什么原因 小粒说,小人划船去 见荷花在远处 渐渐快到北岸时 又见荷花远远地在南辫 道人笑着说,这是幻化出来的假花 众官无不叹服 后来,酒席散了 荷花凋谢了 突然刮起北风 荷梗尽被吸断 一朵荷花也不见了 几东有个观察工很喜欢这个道人 邀他回府 每天与他玩乐 有一天,观察工和客人饮酒 他家友刚家传得好酒 每次只请客人喝一杯 不让客人多喝 这天,客人喝了一杯后 觉得味道很美 还想再喝 观察工坚持说,没有了 道人笑着对客人说 你这个摊杯老涛真要喝个够 就像我要好了 客人请求他 道人把空壶放在衣袖里 过了一会儿拿出来 给美人蒸了一杯 与观察工家传美酒的魅道一样 大家喝了个一醉方休 观察工很奇怪 去看自家藏酒的酒缸 发现风条没动 里面的酒却被喝光了 观察工又愧又怒 把道人当妖怪抓起来 拷打他 当仗刚打下去时 观察工觉得自己大腿突然疼了一下 再打一下 自己屁股上皮开肉绽 道人虽然在街下喊叫 而观察工坐的椅子上已血水淋漓 观察工这才下令不再打道人 并赶走了他 道人离开几东后 不知道哪里去了 后来有人在金陵遇见他 见他穿着和以前一样 问他的近况 他却笑而不答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